一花一世界,一夜一如来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五人云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 五十而知天命 六十而耳顺 七十而雄心所欲 不一句 人到六十的人 已经是一个进入了耳顺之年的人了 在这样的一个年龄 我们的心态更加趋于平和 而我们的貌相也进入了稳定期 在这样的一个年龄 我们更喜欢过上清静而有福气的生活 因此 人到六十的人 如果还拥有这几种貌相特征的 往往是一个很有福气的人 你若有一种 就拖着乐吧 那么时间长了 离女也会变得乐观善良 也就有福气相了 此外 福气相还可以扩展到生活习惯及饮食等方面 在日常生活中 确实可以看到在一起生活多年的夫妻 有很多人在外貌 表情 形体 甚至许多爱好上都有非常相像的地方 一部分夫妻 单从面相上来看 竟有着惊人的相似 如同一家人 就说他们是有夫妻相的一对夫人 国外有科学家对此就做过专项的研究 试图从科学上揭示夫妻相的形成原因 一般认为是由于长期生活在一起的俩夫妻 其饮食起居 待人接物 喜怒哀乐 价值取向等嗜好和习惯 经长期的潜移默化的磨合和调整 逐步趋于一致 也就是说 双方朝着相互适应的方向 趋同转化 默契度越来越高 最后因为互相太了解 有些甚至像双胞胎一样 中国民间对此却有着一种朴素的解释 不是一家人 不禁一家门 这说法很契合中华文化传统 含蓄 又一时中地 更简单的概括就是缘分 人到六时 有夫妻相的原因 其实就是夫妻两人 在长期的生活中 相濡以沫 互相陪伴 不但生活习惯相同 而且心里也会有感应 这样的夫妻感情是非常良好的 在长期的婚姻生活中 两个人形成了在生理上 饮食 生活习惯的相同 双方的外貌特征 性格相似 并且夫妻一起生活的时间越长 感情越好 长得就越像对方 因此 人到六时 有夫妻相的一对伴侣 一定能够相濡以沫 白头到老的 这样的夫妻 一定是一对很有福气的夫妻 值得羡慕 二 端庄高雅 在现实生活中 大家发霉发现这样的一种现象 有些人穿得很光鲜 但给人感觉不舒服 有些人穿着一般 但举手投足让人感觉很舒服 这就是气质 苏东坡 苏东坡讲的富有诗书 汐自华就是气质问题 气质 在我们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他虽不能决定一个人的成就 但一举手一投足 一张嘴 无不投影出一个人的内涵 在我们身边 我们常常看到有些人 即使到了一定的年纪 依然拥有高雅的气质 让人喜欢靠近 这样的人不但举止端庄 而且打扮得体 行为上非常的高雅 让人觉得 他是一个很有气质 很有涵养的人 一个貌相端庄高雅的人 往往是一个有需要的人 这样的人受过一定的教育 有一定的文化底蕴 与人处事也非常的和蔼可亲 与此同时 自己的经济能力 也一定匹配得上自己 端庄高雅的打扮 这种人不会因为年龄的增长而焦虑 不会因为无所事事而烦恼 不会与进步的社会脱离 这种人优雅 知性 开朗 包容 做人做事有格局 他成熟的韵味 无处不透出着 气字华 使人感到魅力无限 因此 人到六十 如果一个人还拥有端庄高雅的貌相 那么 这就说明这个人不但生活条件就好 而且人也受过良好的教育 这样的人让人敬佩 也让人羡慕 人过六十 心中越要有追求 这个追求不是去挣钱 不是去拿文凭 不是只去游山玩水 而是提升自己的内心 使自己变得更有自信 我不大赞成上了年纪的人打扮的花枝招展 穿戴上红红绿绿 佩戴的珠光宝器 这样只能适得其反 俗话说 要想翘一声笑 简为贵 这个道理很有哲理 我曾经看过一部西班牙的电视剧 里面就讲了一个裁缝 给一位贵妇人 做了一条连衣裙 粗布染大土红色 无袖无领 从头到脚没有一丝装饰 但贵妇人出席晚宴时 却惊艳了全场 如果人到六十的我们 也拥有这样的端庄高雅的貌相 那说明我们就是一个很有福气的人了 我们就偷着乐吧 李宇棠说 人生在世 还不是有时笑笑人家 有时给人家笑笑 和别人交往 一脸笑意的人 总是让人轻松快乐 一个人 到了人到六十的时候 如果还常常一脸笑意的 和他人交往 那么这样的人 一定是一个心肠很好的人 这样的人 在为人处事中 总是很真诚地对待身边的人 与此同时 自己的貌相 也会让人觉得容易靠近 这样的人 不管是自己的人脉 还是自己的资源 都会比身边的人更容易获得 而人脉和资源 往往是决定一个人 良好发展的 必备的条件 更是一个人 活得轻松自在的 外在表现 曾看过一篇很感人的文章 把笑容带回家 母子都在为上大学的学费发愁时 父亲回家笑着说 我下岗了 父亲出去找工作 总是碰壁 但每天回家 他都笑着说 差不多了 父亲做工时受了伤 回家依然笑嘻嘻地说 没事没事 最终 一家人就靠着一辆三轮车 攒齐了学费 人字两笔 一笔前进 一笔后退 一笔逆境 一笔顺境 一笔付出 一笔收获 人到六十 一个人如果在生活中 常常一脸笑意 这就说明这个人的生活无忧而快乐 这样的人是一个值得大家靠近 也是一个值得大家羡慕的人 如果人到六十的我们 也拥有了这样的相貌特征 就说明我们福报深厚 我们就偷着乐吧 四 菩萨低眉 古人云人为善 福虽未至 祸以远离 一个人如果在生活中 乐于助人 而且经常做善事 那么这样的人 一定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 而心地善良的人 在长时间的行善过程中 就会相由心生 把自己内心的善 通过自己的貌相得以呈现 一个人到了六十岁的时候 如果我们呈现出一种 慈眉善目 菩萨低眉的貌相特征 那么这样的人 往往是一个很有福气的人 这样的人在大家心目中 也是一个德高望重的人 会受到大家的敬仰和支持 因此人到六十 我们在长期的行善过程中 形成了菩萨低眉的腹下 那就说明 我们的晚年生活 一定会福报身后 福气深深 是一个很有福气的人 朋友们 人到六十 福气往往跟自己的貌相有关 你若有一种 那就偷着乐吧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最后想跟大家说 现在佛禅已经正式开通了Facebook 所以你只要在Facebook里面 搜索佛禅 点击关注 就可以私信给我了 子慕非常期待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